那白天呢 我们有什么可以 就是不用花费时间 顺便可以抗湿的 万用小方法呢 就是中药的鞋子 在家里你就穿 那个我们的中药养生拖鞋 你要是出门 你就穿这个剑步鞋 一打开就是那个 浓重的中药味啊 我专门拿双新的来给你们看 因为穿过的就不好给你们看 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挺百搭的 出去散散步啊 走走路啊 什么时候都可以穿 也很舒服 就这么一个剑步鞋 也很简单 它也没有鞋带 你就一脚蹬进去就好了 如果你专业运动跑步 你就不要用它 因为你还是要用专业的跑步鞋 我觉得会更适合一些 因为这里面它是有中药的 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是 去出去出门啊 走路啊 旅游啊 这个没有问题 都是可以穿的 我真的还是很建议用这种 不费时间的方式 我觉得现在的人 其实最宝贵的是什么 就是时间 时间是太宝贵了 每天要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即使没事情做的 我看退休的老年人 一天都很忙 忙着干嘛呢 就是刷手机 刷视频 所以大家每天那么忙 那么我们就尽量的能够用 我们在休闲娱乐生活工作的 各种时间来顺便养生 而不是专门花一块时间来养生 所以呢我就觉得 睡觉的时候 我们睡床垫 睡中药的枕头来养生 那么白天的时候 我们就穿上中药家居鞋 这种剑步鞋来养生 这样呢 你就是顺便就养生了 好比我现在站着 那我要是穿着养生鞋 我就是养生了 对吧 你走路穿着这个剑步鞋 也养生了 什么季节都可以穿这个鞋 因为它挺透气的 那你夏天穿它也不会热 冬天穿的话呢 也不冷 当然如果你是在东北的话 或许可能冬天出门 你还是稍微有点冷啊 其他的地方 南方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穿的 今年的这个中药的家居高班鞋 颜色更漂亮了 我也很喜欢 今年终于有粉色的了 我觉得那个粉色就是一种 比较低调的柔柔的粉色 我一看就喜欢了 当然还会有适合男性的那种深灰色的 所以大家各取所需就好 这个高班鞋真的是 我每年要穿半年 大概从十月份我就开始穿 我要穿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 我才会脱下来 就一直穿着它 特别舒服 真的是六绿特别高的一双鞋子 也就是凄几两个人 就不投奏了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